全身包緊緊 為了抵禦寒風 穿戴外套和手套已經是基本配備 有的人甚至把雨衣也穿上身 不僅防風還可以避免 突如其來下旗雨 大部分都穿雨衣來擋風比較好 直接有擋風的效果還滿不錯的 因為天氣很難預算 有時候我會下大雨 所以還是要準備 我都放在箱子裡面 這波影響台灣的冷氣團 出海位置偏南 在海面時間比較短 因此越偏西側 氣流的氣溫越低 像是台灣西部沿海的降溫 會比東半部相對明顯 氣象局科技中心主任正名點 甚至鋪文表示 這波往南擴散的大陸冷高壓 讓它聯想到兩年前的霸王級寒流 我們目前也針對嘉義以北地區 以及東北部地區 發布了低溫特報 提醒沿海空曠地區 在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之間 可能只有10度左右 冷氣團一波接一波 冰空全台一整周 在中部以北以及東北部地區 最冷低溫下探8度 南部滑東地區 低溫也是10度起跳 甚至還有機會達到寒流等級 整個北部東北部地區 降雨一整周 至於中南部2月1號開始 有機會陽光短暫露臉 這個週末的時候 這個雪線會再往下跳 可能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下雪的可能 冷氣團奔襲而來 冰空全台一整周 提醒北部地區民眾 出門不僅要注意保暖 還得攜帶雨具 記者流浪恒 謝偉 N小組台北報導 在第一集 完整 讓 James 北部地區